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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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成这样了 认识上扭转不过来 下面的同志们意见很大 主要是这个郑寒江啊 一点那个 基层工作的经验都没有 也直接到这个位置上来 那以后市委市政府 其他都不要干了 就忙着给他擦屁股的了 刘首席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 那省里面是个谈一谈 哪怕给他先安排在一个 不是这么风口浪尽的位置 待两年 这心里面大哭啊 你还得敲锣呢 只要他愿意来 就敞个大门迎他进来 懂了 好 他又不来你来 或者你问一下你们班子 哪个副定级的干部愿意来 所以你们一号 跟下面好好要吹吹着风 郑寒江这个事情 什么叫认识上扭转不过来啊 不换脑筋就换位置 那是哪儿那么多废话呢 行 好 行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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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黑泥是怎么回事吗 这是垃圾长期堆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 这个垃圾堆要是再存在两年的话 它的有害物质和有毒物质 一旦穿透了土壤流到地下水系 你们齐江市就阿弥陀佛了 谁都救不了啊 这个区的领导胆子太大了 国家有明文规定 也要是市里面出现垃圾堆 所在区政府领导要担责 要摘帽子的 你知道你们齐江 这老城和新城拿什么分界吗 就是这座垃圾山 这附近的几个垃圾焚烧场啊 都不愿意合作 都互相推责 缺乏更多焚烧垃圾的经费 这市政府呢也协调过一次 都不配合 你说这区政府能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 这些都不够了 你不应该说 不够了 不够了 没有 看到了吧 这些有残疾的孩子 都是从岐江市的交线 送过来的 王武死的那天哪 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条鱼 是生活在深潭严冻 食血里的鱼叫盐鱼 我一直怀疑啊 在周边的交线有一处 打得污染源我们没有找到 你这边的事情要是定下来 我就带着我的团队 到深山老林里去好好地找一找 您就别去了 深山老林里待这么多天 我怕您这身体受不了 让别人去怕 我都扯年纪了 害怕什么呀 我穿军装穿了一辈子 不做点事情 我心里难受 我呀 不敢说救七强的话 那是该你做的 但是我至少可以救救孩子们 王立西部说过 人还是有一点精神 不能太自负了 廖书记要求我二十四小时不安 二十四小时 这二十四天都不够啊 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线索 明天我找他汇报完了 我我我估计我我就得抑郁症了 咱们能不能把思路再打开一点 你看一个副市长家庭不错 没有贪污受贿 没有包养女人 没有酗酒赌博的恶习 那他为什么要跳江啊 为什么还要给老同学留下一封信 说救救齐江 齐江怎么了 要让别人救 他是给齐江埋了颗核弹 那他也得整爆炸了再跳江了 所以啊 这一定有我们没掌握到的情况 要不明天把王武的爱人 请给他问问吧 你快算了吧 上次你是不在 那王武的遗体 还在法医处那儿冻着呢 他媳妇从大门口 一路骂到办公室 我还得站着给赔笑脸 王武生前在工作上 跟谁打交道最多 朱天才 来 环保局局长 找他问过吗 对 人家老兄啊 请假的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前列前沿 还有好力度吗 不是一直请假呀 他这儿得的是政治病 本来啊 王武一死呢 朱天才就合情合理地上来了 然后空出一个局级干部的位置 大家集体动一动 现在可好 天上掉下个正寒江 等正寒江干满了这一届 朱天才也就到年纪了 你说他能不错伙吗 这些事不给我公开 查 行 查 老陆 习近平 我现在给你拍一张证件照 人家会以为精神病院 又跑出来一刻 明天到十正午上班了 他们有个欢迎仪式 人家要点我发言 我想了几句话 我念念一听听 帮我拿那主意 紧张什么呀 你在学校给学生上课 不是一套一套的 不是紧张 不是一回事 你听听吧 我劝你啊 保存实力 早点休息 你每年那个市里开两会 不都经常发言吗 你就按那个说 安全 好 好 顾江 啊折磨了 后来把钱留给我媳妇 我跟你说 全是麻烦 再陪陪我 说 好